大家好,这里是江秋夜读,俗话说,人到中年万事休,中年人的生活,上有老,下有小,日子过得不容易,生活就像坐公交车,上上下下,永远不知道哪一个站台,才是终点站。 常常,站在人流涌动的站台,不知道何去何从,一张张陌生的脸,让人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依靠。年轻的时候,觉得天不怕地不怕,反正是一个人奋斗就好。 但中年人,不一样,背负着家庭的责任和人生的苦难,每走一步都好难。 当然,人到中年,也不是那么可怕,最可怕的是自己放弃了一切。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的是,当你被人看不起的时候,请一定记住这三句话。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,您的点赞支持和评论是我创作最大的动力,感谢大家的喜欢。 人生在世,被人看不起太正常了,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处事标准, 他们只会站在自己的认知上去看待世界,看待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,所以不管你多么完美,你都不能让所有人满意。 当有人看不起你,你需要做的不是从自身找原因,而是跟他保持距离。 因为这样的人只会给你添堵,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和益处。 真正对你好的人,就算对你有意见,也会用一种你能接受的方式提出来,他希望你能变得更好,他是你的良师益友。 而那些只会看不起你,却不会帮你,也不是真心为你好的人,还是断了联系吧。 他们跟你不是一路人,只会拖垮你,消耗你。 他们看不起你,你没必要生气,你需要做的事记住以下三句话,这才是最好的反击。 一,你活着的目的,从来不是为了被谁瞧得起。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,都有特定的使命,但这个使命绝对不是为了讨谁满意,被谁看得起,而是为了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 所以你要做的,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,只要是适合自己的活法,就是最好的活法。 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,你怎么活是你自己的事。 你没必要看他人的脸色,听他人的意见,你不是谁的傀儡,你也不欠谁。 当一个人能够屏蔽外界地嘈杂,心无旁骛地做自己,就说明他的内心已经很强大,这样的人是在走上坡路的,是会越变越好的。 相反,如果你很在意别人的看法,动不动就难过伤心,只能说明你还年轻。 当有人随便表露出他的经事时,你无需感到难受,因为这是他的素质问题,而不是你的问题。 真正有修养的人,不会随便看不起人,让他人难受。 只有那些素质不高的人,才会动不动,就瞧不起别人。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因为见识不多,被单位一个老同事,狠狠地奚落过。 当时我也很难过,觉得自己太差了,还为此伤心过好一阵。 但是后来,随着我阅历逐渐丰富,我慢慢就明白了,年轻时任何人的见识都很浅薄,还需要时间慢慢成长。 我们无需为此,感到羞愧。 现实里,当我们被人轻视时,别太自责。 我们的经验,终究会慢慢增长起来,我们终究会变得强大。 至于对方修养不够,那更是对方的问题,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 我们无需对此介怀。 二,当你的才华撑不起你的野心时,就静下心来好好学习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,但是要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,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。 没有简简单单,随随便便的成功。 要知道比你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,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? 况且学好一项本事技能,就有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本事,可以自己赚钱,可以让家人不再为自己操心范畴。 人生想要站得更高,走得更远,就必须不断地去学习,学习新的知识和新的技能,既能够赚到钱,也能够陶冶青草。 才华在哪里,都会有用武之地,要知道偷懒一时爽,人生一世苦,只有吃的苦中苦,才为人上人,学习一定要刻苦努力才行,静下心来,才有你想要的一切。 曾经有一名女学生向杨将先生打电话,诉说着迷茫,大倒生活的苦水,杨将先生送了她一句话,你迷茫的原因是因为读书太少,而想得太多。 当我们的知识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,那么智慧就不可能蒙发,就会容易对人生产生很多迷茫的想法,对自己也没有清晰的认识。 越是心浮气躁,越需要读书,就像睿智的杨将先生,一生遭受了无数的磨难,但因为他饱读诗书,所以不会困于事,困于心,反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。 很多时候,生活中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支撑,来帮助我们解决生活的难题,我们思前想后,却百思不得其解,惶惶终日,就像将自己困在了牢笼之中一样。 杨将先生曾这样描述生活,岁月静好是片刻,一地鸡毛是日常。 若不是读了足够多的书,经历了足够多的事,他是没办法有这么深刻的领悟的。 一个人若想脱胎换骨,若想到达人生的某种高度,必须要大量阅读,才能将人生看得更加透彻,也能认清楚人性,明白什么时候该张嘴,什么时候该沉默,处编不惊,从容淡定。 有位作家说,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,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,他都不会抛弃你。 假如你正在迷茫,不妨静下心来读书。 三,无论当下生活多不好,你也不要自我放弃。 有些人看不起你,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落魄了,就是因为你现在混得不好了,你没钱没事了,你没有价值了。 看到你搬到了一个破旧的地方住了,就开始远离你了,刻意疏远你了,不愿意跟你往来了,就是心里看不起了。 生活中难免会到遇到一些这样视力眼的朋友和亲戚,他们看你落魄了,穷了,就看不起你了。 有些人生意失败了,还欠了一大笔债,不仅卖掉了房子,还有车子,然后回到老家,于是就会有很多人看不起他们,觉得他们生意失败就是活该,总是在背地里说他们的坏话。 面对别人看不起你时,你越不能自甘堕落,你越要振作起来,要为自己争气。 尽管你现在的生活很不如意,很糟糕,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,但是我们也不要自我放弃。 天无绝人之路,越是人生低谷,越要好好熬过去。 正是因为生活过不好,你才要更加努力,不为别人,就为自己,始终相信自己,一定会好起来的,与朋友们共勉。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如果您也喜欢这篇文章,并且让你深有感触,希望您能分享给身边的人,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最后,期待与你的互动。 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